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 他们有一个笔谈 在这个笔谈里面呢 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那么谈到派系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 后来当然我也看到有这个相关的人 研究者呢 也在引用我那里面所提到的一些问题 那么事实上派系呢 在整个民国史研究的过程当中呢 它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那么最主要的当然就是 他不仅仅是说在政治上面有派系 在军事上面有派系 那么在教育文化财经这些方面呢 他也有派系 也就是说基本上呢 只要有人的地方呢 大概基本上就会有派系 但是这些派系呢 他往往是在这个 是有重叠性的 也就是说呢 在不同领域之间呢 他的这个派系 他往往不会是一个单一存在的 他可能是一个重叠性的 就像我们谈到北洋政府时期的派系 他的缝系 直系 晚系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他既是一个政治性的派系 他也是一个军事性的派系 那么 比如说到了国民党时期 到了国民党时期 那么我们固然看到某些派系 它是在军事上面有影响力的派系 但实际上呢 这些派系呢 当他进入到政治 从事政治活动的时候 他在政治上面呢 也会形成一个呢 这个派系 也会形成一个系统 那么只是说他在 只是说有的时候呢 在政治上有影响力的派系 他进入到了军事体系里面 他的影响力呢 可能就没有那么大 在财经上面有影响力的派系呢 到了政治领域里面呢 他可能呢 就没有那么样的发展 他彼此之间呢 是有一些相互依存 而且相互呢 彼此重叠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派系在整个的 就近代中国的这个历史的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他确实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么什么叫做派系 那么派系在这个政治学 社会学 就是社会科学来领域来讲 它有一个它的定义 那么我们这边呢 我们大概基本上也不太去取用 这所谓的政治学或者社会学 它的一个派系 我们基本上大概就是从历史的这个事实的发展 我们来看 也就是派系呢 它基本上就是组织内部里面的一个呢 这个成员呢 它因为主张或者利益因素相结合 而成为的一个非正式的一个团体 就是它是在正式团体里面 存在的一个非正式的团体 这个我们通常就称之为叫做派系 那么一般来讲的话 派系的规模呢 不会太大 那么它的组成呢 大部分依靠跟这个派系领导人的各种社会关系 比如说同乡的关系 同学的关系 血缘的关系 亲缘的关系 等等这些相结合 但是呢 它的结构呢 相对来讲呢 比较松散 那么领导人跟成员之间呢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约束 那么甚至说有一部分的这个成员呢 他是在个别的这个派系当中呢 在游走 比如说像 这个我们知道在北京政府时期 在北洋政府时期呢 这个派系的这种游走的现象呢 最频繁 到了国民政府时期 在国民党的派系里面呢 这个派系游走的情形呢 不是没有 也有 但是它基本上来讲 它的派系游走的情况呢 稍微比北京政府 比北洋政府时期呢 要好一点 要好一点 那么 主要的原因呢 当然有一些复杂的一些情况 那么但是整体上来讲呢 它这个派系基本上来讲呢 它的流动性相对来讲呢 是不像一个正式的组织一样 不像一个正式的组织一样呢 来得那么严谨 那么至于说呢 派系的这个成员 我们知道它靠同乡 同学学员 这个大概都没有 没有什么话讲 大概在座可能都知道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起 谈到这个蒋介石 在军事上 在军事里 在军中 大家一讲一讲 就讲到 这个所谓的陈胡汤 这三个人 那么这个认为说 他是蒋先在 就是蒋介石在军方 那么最 这个重视的 三个主要的这个将领 那么也有把他们当成呢 就是说所谓的叫做浙江系 浙江系 那陈胡汤的这三个人呢 陈陈 浙江清田 那么 湖中南 然后 汤恩博 三个通通都是浙江 那么 这三个人呢 在这三位将领呢 在 蒋介石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军事统治 统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都扮演了一定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一提起呢 就说 这重用 这个浙江人 但是另外呢 也讲到呢 蒋介石底下有黄埔系 他重用黄埔 重用黄埔 那黄埔就是什么 黄埔就是他的学生嘛 他的学生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这中间呢 有一些呢 很复杂的因素 存在在这地方 就是他就透过了 血缘 透过了同乡 同学 那 这些连 这些串 这些串联在一起 那比如说 我们讲到 陈臣 大家在座 各位可能都很熟悉 陈臣 陈臣我们一讲 就讲 他土木系 那为什么土木系呢 一个就是 十八师嘛 十一师嘛 对不对 一个就是十八军嘛 一个十一师 是他起家的 然后扣充为十八军 所以就把十一师跟十八军 两个就形成 就只要从这个系统里面出来的 但就是属于 陈臣这个系统 就是土木系 那么同样的 你如果是出生于十三军的 基本上呢 就属于汤恩伯这个系统 就属于汤恩伯这个系统 那么 所以我们后来到了 我们知道到 这个一九四九年时候 那个发生一个叫做 大陆称之为叫做金门战役 台湾称之为叫做古宁头战役的 这么一场战役 那么在这个战役里面呢 那么 长时期以来呢 过去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呢 就为了要讨论呢 谁是这个战役的指挥者 在那个地方的争论不休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牵涉到两个人呢 牵涉到一个就是 当时的金下指挥官 就是金门的这个指挥官是汤恩伯 可是呢 在 在这个战役发生之前 已经换成了胡联了 已经换成胡联 可是胡联没有到任 那胡联没有到任的情况 没有到任情况下 但是胡联的部队已经到了 胡联的部队已经到了 也就是这个 这个当时十九军的高肺员部队已经到了 那么 可是呢 当时处防在这个金门岛上面呢 仍然还是由 汤恩伯所领导的 还是由汤恩伯所指挥的 就是包括当时的所谓的李良荣的部队 当然李良荣他自己本身 并不是汤恩伯的直系部队 可是问题就是说 汤恩伯当时还是挂名的指挥官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产生了 就产生了这个中间的一个 这个争议 那么再加上呢 这里面还有2014的 青年军的2014的这个部队在里面 而这支部队呢 又是属于呢 一般认知 我认为说 跟孙力人有关系 所以就变成 在争议就是说 这场战役跟谁有关系的时候呢 就有一点 就有这种争议性 这种争议性其实还是来自于 还是来自于呢 过去之前的这个所谓的 中间这个所谓的 长时期来这个派系的问题 而这些派系问题就是来自于呢 所谓的同乡啊 同学啊 亲缘啊 血缘啊 这些相关关系呢 累积而成的 那么 在北京政府时期的派系啊 其实相对来讲呢 比较单纯一点啊 因为他就是以袁世凯的北洋系为主 然后下来呢 就衍生出来了 晚系 直系跟凤系啊 这三个主要的系统啊 当然我们常讲就是 晚系跟直系是狄系 然后凤系呢是旁系啊 那么他们相继来掌控北京政府啊 所以这个在整体上来讲呢 我们就看起来比较简单一点 那么北京政府的这个派系的特色呢 它就是政治跟军事是合一 既是政治上的派系 也是军事上的派系呢 那么单独属于政治上的派系呢 不多啊 大概就是这个交通系 新交通系和政学系啊 那么而交通系跟新交通系 也就梁士宜的交通系跟曹鲁 新交通系呢 它基本上除了政治上的影响力以外呢 它也是呢 财经上面非常重要的派系 那么在军事上面来讲呢 其实我们还是以直晚凤三系呢 作为主要的派系 那么在这主要的派系里面呢 它之外呢 它还是有一些呢 这个区分啊 比如我之前就提到像文公直 在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里面呢 他就按照地区来划分 那么写各军系的军史 各军系军史 那么这个是比较 这个是在北京政府时期 所以北京政府时期的派系呢 相对来讲呢 是比较单纯一点 当然他到了后期的时候 他就有衍生出一些呢 这个所谓有衍生出一些呢 就是在直晚凤三系以外的一些 比较中型的派系 或者小型的派系 所以比如说像这个冯玉祥的 在这个西北军系 或者在冯玉祥之前呢 就是国民军系 来自于像延锡山的这个靖隋军系 这些都是相对来讲呢 是比较中型的一个派系 他跟这个直晚凤三系之间的关系呢 又有一些呢 这种相互依存或者相互呢 这个利益纠葛的一种关系存在 但是不管怎么讲 北京政府时期的这个派系呢 相对来讲呢 比较简单一点 国民政府时期的派系呢 就非常的复杂 因为国民政府时期派系呢 我们讲的呢 就是以国民党的派系为主 也就进入到我们今天呢 这个演讲的一个 这个就是讲题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重点 大陆在过去这么长时期里面呢 基本上有两本啊 讨论国民党派系的这个论著 这两本这两本著作呢 他出版的时间呢 相差的相当的长啊 大概差了十多年 最早的一本呢 是郭迅教授呢 所写的国民党派系斗争史 我记得这本书出来之后呢 我们在台湾在做国民党史研究的时候呢 我们大概也都要参考啊 因为他是最早对于国民党这个派系 那么提出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区分的一个这个学者 那么他这里面呢 把国民党这个派系呢 分得非常的细 他分成西三会议改组 那么胡汉民 李继琛 陈继棠 冯玉祥 严锡三 桂系 云南实力派 川康实力派 张学良 韩富群 西北马家等等 那么另外还有蒋介石系统里面的 黄埔系 特务系统 CC系 新政学系 朱家华派 蒋经国系等等 那么黄埔系里面又有呢 何寅清系统跟陈城系统 那么特务系统里面又有中统系统跟军统系统 他分得非常的细 那么 但他每一个这个里面呢 他大概都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呢 那么去做一些这个派系的来源跟说明 之后 大概就是前几年呢 这个 现在担任中国社会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的金颖林教授呢 那么出版了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那么这可以讲呢 是另外一本呢 谈国民党派系政治 那么 因为这本书出版的时间呢 跟郭迅英教授呢 出版时间呢 相差一段 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而且在这么长一段时间里面呢 我个人认为呢 在大陆方面对于民国史的研究啊 那么这个相关的论点跟方向也有一些变化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那么金颖林教授呢 他对于国民党派系的这个分析呢 他就采取了一个比较不太相同的一个方式啊 那么一类呢 就是以地域为基础 来做的这个政治军事集团 这里面就包括了像冯玉祥的西北军系 那么张学良的东北军系 那么阎锡山的静系 那么李中仁白崇喜的贵系 那么刘湘的四川的这个川军 那么另外还有云南的龙云 山东的韩富渠等等 这个都是属于呢 这个政治军事集团的派系 那么另外一种呢 是指在1924年 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后 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地位的党内领导人 跟他的追随者所形成的派系 而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分类啊 基本上是在金颖林教授的这个 对于国民党派系分类的 就是这个分析理念呢 是比较具有创意的 也就是他直接点名的是 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后 已经形成了 就是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党内领导人 那么这里面呢 就包括了两个类型 一个类型呢 就是掌握国民党正统权力机构 而形成的派系 这个就包括了汪精卫系统 胡汉民的系统 跟蒋介石的系统 那么还有呢 这个孙科的系统 西山会议派等等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以蒋介石为核心的 这个系统 就以蒋介石为核心而形成的 这个派系 形成派系 那么这个是金颖林教授呢 他所做的这个分析 我基本上我在比较这个 就是郭迅教授跟金颖林教授的 这两个对于派系的分析里面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金颖林教授的这个分析 因为他的分析呢 相对来讲呢 比较清楚 而且基本上也比较符合我们在看国民党派系 发展这个过程当中呢 所形成它的一个历史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就我个人呢 对国民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研究 我提出呢 我自己对国民党派系的这个一个发展的一个这个陈述 其实国民党派系啊 它的这个渊源呢 最早可以溯源到新中会时期 我们知道1894年 那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新中会 可是到1895年呢 他就把这个新中会的这个总部呢 就签到了香港 这个原因呢 就是他因为在香港呢 跟香港的一个组织叫做妇人文社 这两个组织呢 等于合并 那么就就 所以就把这个新中会的总部呢 就签到了香港 可是在这两个组织的合并 在合并的过程当中呢 当然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 就就就有两个系统 两个系统 那么这也就是呢 为什么这也就是 后来有学者啊 在研究国民党派系的时候呢 他认为国民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派系形成呢 就是因为国民党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 他一直是处于一个不断的合并的过程当中 因为你在合并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这个新的成员跟旧的成员 或者新的组织跟旧的组织这个中间的一种关系存在 所以在新中会时期啊 这个时候呢 就有了以府人文社 阳群为主的这个系统 跟以这个旧新中会 就是以檀江山这个旧新中会呢 为主就是孙中山所领导这个系统 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知道 就是说比如说在新中会 当这个签到就是总部签到香港 在选举会长的时候 那么孙先呢 为了这个大局就是和谐起见呢 所以就让把这个会长呢 就请杨群来担任 那么这个就可以也可以看得出呢 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 新中会这个时期里面呢 他内部这个派系问题的一个存在啊 那么事实上呢 到后来在第一次革命起义失败之后啊 那么杨群到了海外 其实属于杨群这个系统呢 跟孙中山这个系统呢 虽然都挂在新中会底下 但是实际上来讲呢 双方呢 他的这个就是发展呢 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那么这是在新中会时期啊 那么接下来到了同盟会时期啊 到同盟会时期呢 我们现在一般呢 大概都会称之为呢 在同盟会时期叫孙皇并称啊 那么为什么叫做孙皇并称呢 也就是说认为孙中 就同盟会时期呢 他并不是一个一员领导啊 特别是这个海外有这个研究者呢 非常强调这个所谓的 同盟会的这个二员领导的方式啊 也就是呢 这个同盟会呢 他不是所谓的一员领导 不是由孙中山一个人的一员领导 而是呢包括孙中山跟黄兴的二员领导啊 那么这个呃这个原因呢 主要就是因为啊 呃同盟会当初组成的时候呢 他虽然他是以个人的身份 就是以当时呢 在日本的这个呃留学生啊 还有华侨啊 来自于呢 当时在那边一些工作的这个个人啊 他们以个人的身份呃加入而成的一个革命组织 但是这个革命组织呢 他后面有一个脉络 而这个脉络呢 就是以原来的 陈中山所领导的新中会 跟原来黄兴宋教人 他们所领导的华兴会 以及呢 蔡元培张太炎 他们所领导的光复会 这三股力量呢 联合起来的 也就是以这三股力量呢 作为基础呢 而结合成的 所以因此在这儿 在同工会时期里面呢 事实上呢 就可以看到这三股力量的一个 彼此之间的一个运作 而形成了呢 三个系统 三个系统 那么这三个系统 事实上 在整个的这个同工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呢 一次彼此之间呢 相互的冲撞 那么相互的合作 相互的冲突 那么 比如合作 基本上就是 孙中山的这个系统呢 跟黄兴的这个系统 他是处于一个比较 他是一个合作的状态 所以领导几次革命的行动 那么孙中山这个系统呢 跟 光复会的这个系统 他最初呢 也是处于一个合作的一个状态 特别是在明报刚开始创办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 张太炎担任明报的这个负责人 事实上双方呢 是合作的 可是之后 又产生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冲突 又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冲突 那么这个当然也就是后来都造成同盟会内部的一些问题 所以在同盟会时期里面呢 他的派系其实也是存在的 也是存在的 因为大概就是有孙皇跟光复会 但是光复会这个系统呢 他要更比较特殊的一点 就是光复会这里面呢 他有一部分的成员呢 他仍然 他不像华兴会一样 黄兴宋教人所领导的华兴会 在同盟会成立之后 这个组织呢 就结束了 那这个组织就没有了 可是光复会不是 光复会是在同盟会成立之后呢 光复会仍然还存在 仍然还存在 那么由陶成章呢 他们所领导的光复会 包括陶成章 包括徐系林他们呢 都还是以光复会的名义呢 在运作在活动 所以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 在这样情况之下呢 当然就跟这个同盟会之间呢 也会产生一些呢 这个冲突啊 那就是在同盟会时期 那么到了民国成立之后呢 同盟会就从一个革命政党呢 就变成了一个民主政党 这民主政党呢 我们就称之为 就是叫 当时叫做国民党 叫国民党 在国民党这个时期里面呢 他的派系呢 非常的多啊 因为国民党呢 他基本上 他当时联合了好几个小党 然后共同呢 就是以同盟会为核心 联合了好多个小党 然后共同合组而成 所以他内部的那个 相关的那个情况呢 非常的一个复杂 可是因为他是一个民主政党 他是一个民主政党 那么在一个民主政党情况底下呢 这种情形呢 其实也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我们就 基本上对于国民党这个时期呢 这些不同的派系 我们大概就不太多说 那么到了二次革命失败之后 这个孙中山呢 觉得必须要再起革命 也就是认为这个政党啊 那么国民党呢 是这个民主政党 但是呢 因为袁世凯的这个回法乱纪 所以事实上这个时候呢 必须要再起革命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他又提出要改组国民党 叫中华革命党 叫中华革命党 当他提出改组中华革命党的 这个主张的时候呢 就引起了一部分 国民党内部老同志的一些呢 这个不满 那不满的原因啊 一个直接的一个导火线呢 就是因为孙先认为 革命为什么会失败 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为大家不听领袖的话 所以要求在中华革命党 总章就是要宣誓事实的时候 宣誓的时候呢 要在这个事实上面呢 要加上父从孙先生这几句话 父就是那个一父的父 就是那个随父的父 从就是随从的跟从的从 就是父从孙先生 那么当时包括像黄兴的这些人 就是说一个政党 政党就是一个什么 政党就是一个像西方民主政治里面呢 一个从事政治活动的一个组织 那政党就是我有共同政治信念的 信仰的人 我结合在一起嘛 可是现在你要求我们一定要 父从孙先生一定要父从你 也就是要以你的意见为主 他说这样子就跟帮派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在这样子情况之下呢 双方就发生了这个意见上的冲突 双方就发生意见上的冲突 那么有一部分 支持这个黄兴的 这个国民党的国民党人 包括李列军啦 这个陈炯明这些呢 他们就到了南洋 在南洋呢 就成立了一个水利公司 我们一般称之为叫做南洋水利公司 那么后来呢 就把这个水利公司呢 就以这个水利公司为基础呢 就改组成为一个叫做欧式研究会 因为这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发生了 所以呢就以研究这个欧洲的这个事物为主 为主题 就成立了一个呢 叫做欧式研究会 欧式研究会 跑到前面来 那么而孙中山呢 在这个时候呢 他仍然继续就改组这个国民党 成为中华革命党 中华革命党 在中华革命党这个时期呢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主要的人物呢 当然就是陈其美 陈其美 这个是在这个时期啊 在这段时期里面呢 所发生的一代事情啊 那么当然因为黄兴呢 在1916年不幸过世 那么黄兴过世之后呢 那么他的欧式研究会的这些成员 那么基本上后来就陆陆续续呢 就回到了国内 回到了国内 其中有一部分就实际上就参加了 陶元的活动 就是云南护国军的这个行动 云南护国军行动 那个 这个主要是以李列军为主 这一批啊 那么中华革命党这个时候呢 他有反援的行动 他叫做中华革命军 中华革命军 那么在山东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我们后来也有人 把这个欧式研究会这个系统呢 认为他是叫做国民党里面的叫做温和派 温和派 那么之后呢 到了民国六年 就是袁世凯过世之后 民国六年呢 国会重开 那国会重新就重开了之后呢 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政治舞台呢 又回到了国会 所以这个时候呢 在国会里面呢 就出现了三个系统啊 基本上都是以国民党为主的 这三个系统 就是一个克儒系 一个桃园系 跟一个秉承俱乐部啊 那么这三个系统呢 基本上都是属于呢 国民党的这个系统 都属于国民党的系统 但这个时候呢 因为他的系统呢 比之前的这个国会 稍微单纯一点 所以我们大致上来讲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在国会里面呢 进行活动 进行活动 可是随后之后没有多久呢 国会又被解散了 而且孙中山呢 这个时候呢 在南方在广州呢 开始从事护法 从事护法 所以整个的国民党的这个重心呢 这个时候就又回到了 孙中山的身上 所以之后呢 所以之后呢 在这个时期呢 就是国民党的这个 之后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以 孙先为主 孙先为主呢 在进行这个相关的 相关的这个活动 那么虽然党内呢 有一些不同力量 但是基本上在这个时期 这个时候啊 就是从护法开始 一直到孙先过世 这段期间呢 整个国民党基本上就完全就是 处于孙先一个人控制的 这个一个人掌控的一个情况底下 所以你要说国民党内部有什么派系 其实很少 其实很少 基本上大概就是呢 一些来自于呢 这个南方的这些地方军系 不同的地方军系呢 所形成的派系 那比如说像滇系啊 跪系啊 或者像是政学会啊等等 但是这些基本上都还是以 孙先为主 以孙先为主的一个系统 那么国民党的这个派系的问题呢 真正严重 真正的开始浮上 整个的浮上台面呢 是在孙中山过世之后 孙先在1924年过世之后 这个时候呢 国民党内部呢 无形的就形成了三股系统 无形就形成了三股系统 这三股系统呢 第一个就是以胡汉民为主的这个系统 那么 为什么会形成以胡汉民为主这个系统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 胡汉民这个 胡汉民在孙中山先生北上的时候 被赋予 作为呢 就是这个陆海军大本营的代理大元帅 因为孙先北上的时候呢 他当时的职务呢 是陆海军大本营 大元帅 所以当时我们都称之后 孙大元帅北上 可是当他北上的时候呢 广州这边 的代理人呢 就是胡汉民 就是胡汉民 所以胡汉民呢 他有他的一个正当性存在 所以胡汉民 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汪兆民 汪兆民 汪兆民跟胡汉民呢 是孙先生前呢 非常倚重的两个主要的 这个在文 在这个 政治事务上面呢 非常倚重的两个主要的人物 那汪兆民是 他为什么 因为汪兆民是随孙先跟北上 在当时呢 这个随孙先北上的主要人物里面呢 汪兆民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而汪兆民 他本身又是呢 孙中山遗嘱的 上面写的叫做记录者 就是笔记者 笔记者 我们现在就看 孙中山的遗嘱 上面就是笔记者 汪精卫 就是孙先过世的时候 在他身边的 就是汪精卫 就一些人 所以 所以等于是说呢 孙先最后的这一段历程 在当时 国民党这些高层人士里面 最接近的 就是汪精卫 就是汪兆民 所以要了解 孙先过世之前 究竟说了哪些事情 说了哪些话 交代哪些事情 就是汪精卫 就是汪兆民 所以 汪兆民在这个时候呢 他无形中呢 就形成了一个系统 那么再加上呢 因为这个时候是所谓的 联俄荣共时期 因为当时 就是孙中山所制定这个联俄融共政策 俄国顾问 鲍罗廷 这个时候在 整个国民党里面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么俄国方面呢 也希望呢 孙中山先过世之后 这个国民党的这个联俄融共的工作呢 能够继续的推动下去 那么在思考呢 谁要来领导这个国民党的时候 就考虑到 谁跟 俄国顾问之间的这种相处呢 会比较融洽一点 那么当然以汪精卫呢 比较融洽 因为通常来讲呢 一般在国民党内部的一个 人物的评鉴里面呢 大部分都认为 汪精卫比较随和 而胡汉民呢 比较尖锐 胡汉民看到不顺眼的事情呢 他就会直接的直言批判 但是汪精卫呢 他会婉言相劝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汪精卫呢 在人和方面呢 比胡汉民呢 略胜一筹 所以 以俄国顾问为主的 这个这股力量 他们基本上也是在支持这个汪精卫 那么汪精卫自己本身呢 也很善于运用呢 他自己本身的这个资源 在民国15年前之前 民国15年前之蒋介石先生呢 就是毛自成所编这本书 里面就记了一段话 就有一天呢 这个汪造明呢 汪精卫呢 突然就跟这个蒋介石就讲 他说 他说 总理临终之前呢 就总理过世之前呢 他说口中呢 喃喃自语 贫乎 口中贫乎 就不断的一直在叫 在讲什么呢 口中贫乎 介石 介石 就说嘴巴里面呢 一直在喊着你的名字 在喊着介石 介石 蒋介石自己就记了 他说他听了这段话之后呢 当然非常兴奋啊 就觉得说 孙仙临终的时候呢 都还记得他 可是他一想 他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说会不会是 汪有意示好 示好他 所以讲了这段话 因为没有人跟他 没有人听说过 所以这个记录呢 我们现在也认为 是一个孤正 就是因为确实是如此 临终的时候呢 讲哪些 比如先前临终的时候 讲说和平奋斗 救中国 这个因为当时报 当时记载就有 所以 可是贫乎介石介石 其实这个就只 建于民国15年前 蒋介石先生里面呢 所引的这一段话 但是你由这个地方呢 你也可以看出来 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层关系 所以呢 他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 讲 比如说孙仙指示什么事情 他认为应该怎么样做 他觉得如何如何 这个是对汪精卫呢 来讲是一个非常有利的 所以汪精卫这个系统呢 慢慢就形成了 那么另外一个系统呢 当然就是呢 蒋介石 蒋介石因为这个时候 他担任黄埔军校校长 而当孙仙 北上 这个时候呢 广州的内部 可以说是防务空虚 就等于说 领导方面 主持上面呢 来讲呢 可以说是 出现了一个 空洞的一个情况 所以陈炯明 当时在东江 陈炯明呢 就趁这个时候呢 就率领了军队来进攻广州 而广州内部 本身 这个包括了 边军啊 贵军啊 这些呢 基本上 也认为说 这是一个夺取政权的 一个好机会 所以跟陈炯明之间呢 也有一些呢 暗通团举这种情况 也有一些呢 勾结 所以这个时候广州 这个时候呢 就是皇府 这个 就是广州这边 他所能够依靠的呢 其实最主要的一股力量呢 就是越军 就是越军 就当时在广东的这个越军 就其实就是许从智这个部队 所以许从智这个时候呢 在广州 他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可是在整个东征的过程当中呢 越军的前提 总指挥是谁呢 是蒋介石 因为蒋介石这个时候呢 就要求啊 就是皇府的这个学生 所组成这个军队 皇府的学生的军队 也应该要上前线去打仗啊 可是滇军跟贵军都不要这支军队 最后是越军要这支军队 因为原来蒋先也在越军里面呢 担任参谋长 所以越军就要这 那就担任 而且这支军队你就担任了 前敌部队好了 所以蒋先就是前敌总指挥 就率领这支军队呢 就出去 其实外界原来并不看好这支部队 就是这个皇府的学生军 这就是前几期嘛 大概就是第一期跟第二期 得到这个学生 所组成的 结果没有想到呢 这个出去之后呢 先有淡水之頤 后有棉湖大结 这两场仗打下来 基本上就奠定了这个 所谓这个东征的一个基础 就是胜利的基础 而让外界呢 对于黄埔军校的这个 所训练出来的这个学生 以及呢 黄埔军校这个所领导这个军队呢 刮目相看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蒋介石的这个身价呢 当然就随障传高 所以很快就成为 当时在广州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将领 也就是在打完在棉湖之翼 就是在棉湖之翼进行这个同时 身先过世 身先过世 那身先过世之后呢 这个广州的这个政局的一个发展 原则上面来讲 当时就是胡汪两个系统 在那个地方呢 禁足 本来讲基本上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他其实还没有达到一定的一个能力 可就是在讲身先过世之后 广州情势出现变化的情况底下 陈炯明又发动了第二次的攻击行动 那么这一次的攻击行动 那么当然就以蒋介石为东征军总司令 率领军队呢 进行所谓的第二次东征 第二次东征 而在第二次东征的同时 就是第二次东征基本上快结束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当时滇军跟贵军 也就是杨熙敏跟刘振环呢 又看到这个当时广州这个情势 似乎呢 对他们非常有利 所以这个时候又发动了一个 这个 类似像要 基本上发动一个像政变的一段行动 那么 蒋介石在前线接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就立刻率领军队呢 回到了广州 所以我们这称之为叫做回师静难 回到了广州 平定了这个事情 所以基本上经过了这一连串的事情之后呢 广东的整个的内部 基本上就已经完全的平定下来了 那么只剩下大概广东南部的一些地区 那个到年底这个时候呢 也平定下来了 而且不只是广东平定 因为广东平定呢 连带着当时因为广西 广西这边呢 也发生了变化 广西这边变化呢 就是广西的李宗仁跟白崇喜 他们所领导的 这个所谓的新的力量 就是广西的这股新军的力量 把原来旧的这个力量呢 这个所谓的若隆亭 他们这些 这个力量呢 给赶走了 就掌握了广西的这个权力 那么掌握了广西这个权力之后 那么进而呢 就希望跟广东这边呢 进行合作 进行合作 这也就是接下来 我们讲的叫做梁广统一 梁广统一 那么梁广统一的基础 其实是建立在广东的统一之上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蒋介石的这个政治身价 就他不只他的军事地位逐渐提高 他的政治地位呢 也逐渐提高 最明显的就是在1926年 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个时候蒋介石负责报告军事 而之后呢 他就被推举为 中国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 同时又是中央常务委员 我们知道蒋介石在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的身份 虽然蒋介石后来他有讲过这个事情 他说当时总理原来是要想 让他进入到这个执行委员会里面 但他觉得呢 不适合 而且他年纪轻 所以呢 他跟总理讲呢 说不要 连这个代表都 不希望有 就是不希望进入到国民党这个决策 核心决策圈 但是毕竟呢 就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之后 在整个中国国民党的领导结构里面呢 是没有蒋介石的 可是到第二次的全国代表大会 就三年之后 两年之后 从1924年到1926年 就两年的时间里面 蒋介石不仅进入到国民党的 这个领导阶层 而且进入到了决策核心 因为当时国民党呢 他结构不是很大 他的决策核心呢 就是以中央执行委员会 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为主 所以这个政治地位的变化呢 非常的快 那么随着蒋介石政治地位的崛起呢 大概以蒋介石为主 也慢慢形成了一个系统 形成了一个以蒋介石为主的系统 而在这个 除了这三个系统以外呢 另外这个时候呢 因为身中三先的过世 而使得国民党内部呢 本身出现了一个 一个政策上面选择的一个分化 而这个政策选择的分化就是 究竟要继续联合荣公 还是不要联合荣公 因为反对孙先联合荣共主张的这一批国民党员呢 这个时候就离开了广州 到了北京 在北京西山碧云寺 也就是孙先 亭林旧的这个地方呢 召开了 这个临时会议 这个会议我们就称之为叫做西山会议 那之后呢 他们就到了上海 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的党中央 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等于说跟正式跟广州这边呢 形成分裂 那么这一批呢 我们就称之为叫做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议派 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面呢 国民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党统里面呢 对于西山会议的这个系统要怎么去列 去处理啊 它是有一些费施量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 现在已经我们把它纳入到 国民党的这个整个党统的系统里面来了 就西山会议派 所以孙中生先过世之后呢 基本上我们大概就是看到 蒋王胡这三个系统呢 逐渐成型 这是以广州这个地方为主 但是另外呢 因为政策的不同 而形成了一个呢 就是广州跟上海的这个分裂 广州跟上海分裂 而上海这一批呢 就称之为叫做西山会议派 那么到了北伐统一之后 到了北伐统一之后呢 这个时候啊 基本上来讲呢 国民党的派系呢 更加的明显了 更加的明显了 就是北伐统一之后啊 因为随着整个的这个 整个的整个的控制区域的一个扩大 控制区域扩大 将整个的这个人数呢 也增加了 国民党这个人数也增加 所以国民党内部的这个派系的这个分化呢 其实变得非常的复杂 变非常复杂 那么整个的讲起来呢 我大概可以分成呢 就基本上大概就是一个勇讲跟反讲 两个立场而已 就基本上还是以蒋介石为核心 那么拥护蒋介石跟反对蒋介石 那事实上就是支持南京国民政府 跟反对南京国民政府 就是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北伐完成之后呢 当然以蒋介石为主 蒋介石这个系统呢 当然是逐渐发展起来了 而蒋介石这个系统里面呢 大致上面来讲 它慢慢慢慢的形成了 形成了几个不同的派系 这几个不同的派系呢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常讲的CC系 那么CC呢 当然一般讲就是以这个 当时组成的 当时有一个叫做中央俱乐部 就是Central Cup 这个名称呢叫做CC 可是因为呢 这个 当时这个CC派一般大家认为说 他的领导人呢 就是属于陈氏兄弟 就是陈果夫跟陈利夫 两兄弟 那么所以 他们两个的英文名称呢 简称都是C 所以又是CC 那CC派呢 我这样子简单的讲 因为那个CC派的历史呢 比较复杂 那个我们 大概这时间也没有那么长 可以去追本溯源去谈 那么 CC派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呢 基本上就是呢 就是蒋介石在1926年 中三件事件之后 那么进入到了 就是取得了这个党的这个机器的 进入到了党部的工作的运作 去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但蒋介石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他的事情非常的复杂 他非常的多 因为他又有军事又正 他没有办法来管理党务这边 因此呢 他就任命呢 这个陈果夫担任秘书 就组织部的秘书 那陈果夫是谁呢 陈果夫是陈英氏的侄子 就是陈启美的侄子 那陈启美跟蒋介石的关系 可以说是非常的密切 我们谈认到革命谱系的时候 通常来讲 我们大概说 应该是陈中山 蒋介石一脉相承 这个没有问题 但事实上呢 蒋介石之所以从事革命行动 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带领他入门的人是谁呢 是陈启美 是陈启美 所以蒋介石一生 对陈启美呢 视之如师 视之如兄长 所以对陈启美的这种感情呢 是非常非常的深厚的 陈启美在民国五年 被暗杀 当时没有人敢去搜他的尸 就他尸体呢 就被扑尸 躺在路边 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晚上 就去呢 收尸 就把这陈启美的尸体呢 背回他住的地方 然后帮他装裂 布置灵堂 处理他全部的后事 当时的革命党 包括孙仙在内 对于蒋介石这样子一种 这样子一种做法行为 都非常的佩服 蒋介石也从这个时候开始呢 对这个孙仙呢 孙仙仙也从这个时候开始对蒋仙呢 确实是另言相看 因为就觉得这个人是非常够意气 非常够意气 因为在上海那样子一个环境里面 蒋仙敢这样子做 亲自处理 因为很多人就劝他说 太危险了 但是蒋仙 一定要这样做 他就处理 所以亲自料理 陈其美所有的后事 所以他跟陈其美之间的感情呢 是非常特殊的 非常特殊 那么另外一方面 因为陈果夫呢 很早年他也在从事从商 所以当时蒋介石在上海 从事这个证券交易的时候呢 跟陈果夫之间呢 就有一定的往来 所以基于这些相关的关系 所以他对陈果夫非常的信任 非常信任 因此他担任组织部部长之后呢 就把这个组织部所有的工作 都交给陈果夫去做 那么之后呢 陈立夫呢 从国外念书回来 所以陈立夫呢 也进入到了蒋仙的这个 幕僚体系里面去工作 那么而之后呢 陈果夫呢 陈果夫担任过 就之后担任过组织部部长 而陈立夫呢 后来也担任组织部部长 那么我们知道 中国国民党的组织部 他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呢 他直接去管呢 全国各地的地方党部 除了中央以外 地方党部 所以所有的党部人士呢 都在组织部的这个掌控之下 所以慢慢慢慢的呢 因为他们长时期 就由他们兄弟两个 以及呢 他们兄弟两位推荐的人 来担任这个组织部的这个 来主持组织部 所以慢慢的就以组织部为核心 以组织部为核心 包括各个地方党部的这个系统 大概都被认为呢 称之为叫做CC 就是称之为都是所谓的 二层的这个系统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包括什么呢 因为当时要 国民党呢 要训练这个政治干部 政治人才 那么本来我们知道 在军事上面有个 有个黄虎军校 后来改为中央之中 后来呢 就觉得说我们要 除了军事以外 我们应该要有政治 所以叫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后来觉得说 这个学校的运作呢 其实非常不方便 那么必须呢 军事跟政治要分开 所以有个中央军事学校 还有一个中央政治学校 所以在1927年呢 就成立一个中央政治学校 中央政治学校呢 也就是现在我所服务的 这个政治大学的前身 就是在今天 南京红子郎 那原来是 江苏省行政学院那个地方 那现在好像搬走了 现在那个地方还在就是了 那就是中央政治学校的 旧的地方 旧址 那么中央政治学校 那么中央政治学校里面 所培养出来的学生 就是进入到国民党 政治体系里面去工作 进入到政府或进入到党里面 所以中央政治学校就被认为呢 是CC呢 培养人才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机构 主要的一个机构 所以 CC跟中央政治学校 基本上呢 也是画上等号 画上等号 我自己常开玩笑 讲说 因为我们学校里面呢 有几栋大楼 有几栋楼 那个楼的名字呢 都是用这个人名来命名 我们有一栋楼呢 叫做果夫楼 有一栋楼呢 叫做景堂楼 于景堂 有一栋楼呢 叫做天放楼 陈天放 这个有一栋楼呢 叫做道帆楼 张道帆 如果对CC历史了解的话呢 大概就知道呢 就是这些 就是这几位呢 跟CC之间的关系 所以 有时候大陆媒体呢 要到台湾说 要找CC 我说你最简单就是去 政大 去拍这几栋楼 大概就知道呢 这个CC跟政大之间的关系 这当然有点开玩笑 因为其实为什么会有 因为他们都担任过校务委员 那么也有一些呢 他不是CC系统 可是因为他也担任过校务委员的 比如说 政大 有一栋楼叫做智西楼 智西楼 智气的智 希望的智 智西楼 智西是谁呢 智西是罗嘉伦的智 罗嘉伦曾经担任过中央大学校长 也就是现在南京大学的前身 中央大学校长 他自智西 可是罗嘉伦呢 他担任过中央政治学校的教务 的代理教务长 那么长期担任中央政治学校的校务委员 对中央政治学校的发展呢 有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后来 政大有一栋楼 就政大成立初期的时候 就是在台湾副校初期的时候呢 他有两栋楼 这两栋楼呢 一栋楼呢 叫做命名为 叫做果夫楼 另外一栋楼呢 命名为叫做智西楼 叫智西楼 我以为这 就有人误会呢 就说 罗嘉伦也是CC的 我就跟他讲 我说罗嘉伦其实不是CC 罗嘉伦什么派系都不是 罗嘉伦不是CC 罗嘉伦怎么会跟政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 还有个智西楼在 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到政校跟智西的之间 跟这个政校跟这个CC之间呢 这种连结性是非常强的 非常强的 所以这个是CC这个系统 CC这个系统 那么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黄埔 黄埔大概就是以黄埔军校为 毕业的为主轴 形成的这个黄埔系 黄埔系 那么还有一个呢 叫做政学系 那么政学系的发展它比较特殊 因为政学系呢 它其实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它主要是来自于呢 民国初年这个国会议员 一批人呢 他们当初有个叫做政学会 这个政学会里面呢 其中有一个主要的成员呢 叫做杨永泰 他是广东人 那么杨永泰呢 到了北伐这个完成之后 在有关人士的引荐之下呢 就进入到了蒋介石的这个幕僚群里面 但因为杨永泰的这个幕僚工作呢 做得非常的好 做得非常的好 那所以呢 非常获得呢 蒋先的这个信任 特别是在南昌行 就是蒋介石这个 因为当时要搅供呢 主持南昌行的时候呢 杨永泰就待在南昌行的秘书长 那么这个时候呢 帮蒋先处理了非常多的事情 而在杨永泰的 就是在杨永泰的这个建议之下 那蒋先这个时候也开始跟 就是就这个处理 帮他处理 就建议之下就引进了一批人 引进了一批人 那么另外呢 因为在这个时候呢 因为要建国嘛 因为你革命完成之后 你要建国 在建国的过程当中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要引进一批呢 建设人才 我们常常讲说 可以马上得天下 不可以马上治天下 就治天下要另外一批人 所以这个时候呢 蒋先就开始跟学界的关系 非常密切 所以陆陆续续的呢 就引进了一批学者 进入到政府体系 可是你这学者 进入到政府体系 你没有关系 你没有一定的一个管道 你怎么进入到 政府体系里面来呢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慢慢慢慢的呢 就逐渐逐渐 就在政府体系里面 就形成了一个呢 就是以学者 跟从事政治事务为主的 这一批人士 这一批人士 因为你学界 基本上就是一个带一个 一个带一个嘛 那政治上也是有关系 所以慢慢的就形成了 这样子一个关系就有 这个所谓的政学系的出现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一般认为呢 跟几个人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跟杨永泰 因为杨永泰后来过世很早 杨永泰在一九 这个后来担任这个 在1935年 在湖北城主席的时候 被人暗杀了 所以后来就认为 这个 那之后呢 就认为是政学系的一个核心人物 就叫张群 张群 因为张群跟蒋先关系非常的特殊 他们从日本政务学校开始 衣物上面呢 可以说是有长达几十年的一个交情 张群 所以基本上就以 就认为说是以张群为核心 然后配合形成的这个系统 形成这个系统 当然当事人都不承认这些事情 那个我之后等一下稍微会提一下 所以以蒋介石为核心 大概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系统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还有其他的系统存在 比如说当时呢 因为丁维芬 担任训练部部长 担任后来也担任过中央党秘书长 所以丁维芬呢 在党务系统上面 他也有一定重要的角色 所以当时有一个话呢 叫做蒋家天下丁家党 就等于是说呢 这个丁维芬这个系统呢 他的这个人是很多 其实在政大 在政大呢 早期有一栋楼 叫做顶层楼 顶叫做宝顶的顶 是三国鼎立那个顶 成就是成像的那个成 顶层楼 因为丁维芬呢 自顶层 丁顶层 丁维芬是政校 创校时候的 这个主要的负责人 创校主要负责人 所以当初有一个楼叫顶层楼 就是纪念丁维芬的 但丁维芬跟CC没有关系 丁维芬呢 他当时被称之为叫做大同盟派 大同盟派 他是山东日照人 那蒋家天下 丁家党 但这个系统呢 其实时间并没有多长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议派 其实到中原大战之后 就慢慢慢慢跟蒋介石合作了 包括了周鲁啊 谢持啊 秦政啊 这些就跟蒋介石合作了 就进入到政府体系里面来了 那么胡汉民的系统 胡汉民的系统 胡汉民的系统呢 是在北伐完成之后 蒋介石掌握权力的时候呢 他是跟蒋介石合作的 他支持蒋介石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说蒋胡 蒋胡 就蒋跟胡是合作的 就是胡汉民是支持蒋介石的 可是到了1931年之后 因为汤山事件 因为当时为了训证时期约法的关系 两个人呢 关系就破裂了 所以胡汉民的立场呢 就由原来的拥护蒋介石 支持蒋介石 而变成反对蒋介石 就办了一个刊物 三民主义半月刊呢 批评蒋介石 而胡汉民后面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 支持的力量是什么呢 支持力量就是当时梁广 包括了广东的陈济堂 跟广西的李宗仁白崇喜 这股力量 那另外一个力量 另外在国民党里面 另外一个派系呢 那就是汪精卫 汪精卫其实是在北方完成之后呢 北方完成之后 因为这个时候国民党 采取了清党之后呢 把原来在国民党里面的 这个共产党员呢 清除出去 那么重新开始建立 重新要改 要改造呢 这个国民党 那在改造的过程当中 他有一批新的人 要把旧的人换掉 那原来旧的那个地方 党部系统呢 基本上是汪精卫的系统 到汪精卫系统 那新进去的呢 当然就是呢 这个蒋介石为主这个系统 所以新跟旧之间呢 就发生了一些冲突 这个冲突呢 直接就爆发在三权大会 就1929年的三权大会 那么当时呢 有一部分这个地方 他们就组成了一个改组同志会 所以后来我们就把 汪精卫这个系统 我们称之为叫做改组派 改组派 那么 可是汪精卫这个系统呢 他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时候跟蒋一直处于一个对立的 大概一直从 一直从这个1929年 1928年 1928年一直29年 一直到1931年 这个时候呢 他跟蒋之间呢 都是对立的 都对的 可是到1931年之后 1932年 这个时候呢 就变了吗 蒋汪合作 蒋汪合作 1932年 蒋汪合作的时间呢 从1932年呢 一直到1936年 就一直到1935年年底 这都属于蒋汪合作的时期 等于这个时候呢 蒋汪合作呢 就是蒋祖军 汪祖镇 两个人合作 那么这段时期呢 也就是 我们过一场讲 叫局部抗战时期 蒋汪合作 所以他是从 反蒋到跟蒋合作 那么再过来一个呢 当然就是孙科 孙科呢 他因为 作为孙中山的 这个儿子 所以一般称之为 叫做太子派 那孙科跟蒋的关系呢 其实是处于一个 若其若离的关系 可是后来 这个因为 这个蒋 职业任命 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 所以孙科呢 他基本上就在立法院里面 逐渐的发展 那么当然还有地方实力派 地方实力派呢 在这个时期呢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地方实力派 原来在国民党的派系里面呢 他并不是一个重点 可是呢 到这个时间点里面 他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 就包括了西北军系 靖衰军系 西北的马家 四川跟东北军等等 那么到了抗战时期 到了抗战时期呢 那这个时候呢 派系就有一些变化 基本上呢 到了抗战时期呢 就是以蒋介石为主 以蒋介石为主 那么发展出了CC 皇府政学跟朱家华 这几个系统 朱家华系呢 是从CC系呢 直接发展出来的 就是从 他脱离了CC之后呢 然后发展出了一个朱家华系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 三民主义青年团 所以到六权大会之后呢 基本上呢 大概国民党派系呢 大家可以看到几个主要的力量 就是CC 皇府 政学 朱家华 跟青年团 这几个主要的派系 那么抗战期间 国民党派系的特性 是什么呢 就是从1936年5月 胡汉民过世 1938年4月 国民党建立总裁制 到1939年1月 汪精卫被开除党籍 因为汪精卫在1938年的12月 离开重庆 所以39年1月被开除党籍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后 胡汪两个系统 基本上呢 就示威了 就胡汪两个系统呢 基本上就 就是这个时候 国民党内部 即使是属于胡汉民的系统 因为胡汉民过世了 即使是属于汪精卫系统 因为汪精卫呢 脱离了抗战的阵营了 所以在这样子一个情况底下 基本上整个的国民党内部呢 就形成了一个呢 蒋介石独大的局面 而其他的西山会议派 申科派 大同盟派 还有部分的地方实力派 所有参与党政活动的 这个包括了贵系 延西山系等等 大部分都依附在讲底下 我们常讲说贵系是在抗战期间呢 发展最迅速的一个地方实力派 但是贵系的发展 其实还是在依附在呢 讲底下 在讲底下 所以讲这个时候呢 他等于是说 所有的国民党的这个系统呢 几乎全部掌控在一个人 所以他这个时候我讲说 他身兼党的总裁 行政院院长 以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三个主要的职务 可以说是集党权军权 政权军权于一身 所以这个时候的国民党的派系呢 就基本上就是呢 所有的讲的追随者所分化出来的 就包括我刚前面讲的CC 朱家华 政学 黄埔 青年团等等 而彼此之间呢 存在的一种呢 竞合的关系 但是呢 都是以讲为领袖 都是讲为领袖 而地方实力派呢 比较特殊 地方实力派呢 在抗战之后 就抗战胜利之后 虽然地方实力派在抗战这个过程当中 大概都还是依附在讲底下 就我刚前面讲的 桂系啊 颜塞系等等 可是在抗战胜利之后 抗战胜利之后呢 地方实力派呢 其中的桂系 因为他在整个的抗战过程当中 他在第五战区的发展 所以使得他敢于在抗战胜利之后 就是在战后 跳出来 跟蒋介石呢 来抗衡 所以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这比较特殊的 所以这也就造成战后的那个政局发展的时候呢 在战后政局发展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点 那么最后我们当然来谈一下呢 国民党的派系的研究 其实国民党派系研究呢 其实比北京政府要少 因为关于北京政府的派系研究 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 国民党派系研究呢 是比较少的 那么早期呢 当然就像易劳逸 田鸿帽 他对国民党的这个 国民政府的相关研究 对国民党派系呢 有概括性的一个探讨 那么国民党派系研究呢 大部分主要集中在孙中山过世之后 党内各派系之间的竞争跟合作 比如说 蒋永静教授 徐一鸣教授 陈鸿鸣教授 金以林教授 他们对蒋介石 胡汉民跟汪精卫呢 他们三个系统呢 跟相互之间关系的一种研究 其中呢 蒋永静教授的研究 对于整个的国民党派系研究呢 可以讲是 奠定了一个研究的一个基础 基本上到现在为止啊 做国民党派系研究的 很少能够跳脱出 蒋永静教授 当初所设定的那个范畴 那个范畴呢 就是蒋汪胡三个系的分跟合 分跟合 因为蒋永静教授呢 他从一开始的时候 他从他最早年轻的时候 他开始做胡汉民的研究 开始做胡汉民研究 他写过胡汉民年谱 那么从胡汉民的研究开始 因为我们知道胡汉民的后半生 基本上呢 就是在反讲 而反讲呢 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呢 就是在党权跟军权之间的关系 因为胡的立场呢 是要党权凌驾军权之上 但是实际上的发展呢 是军权凌驾党权之上 所以胡反对 就是反对军权凌驾党权之上 所以之后 蒋先呢 就在这个主轴上面 就在这个主轴上面呢 来探讨胡汉民 在国民党地位的肖长 以及呢 胡汉民跟汪精卫 跟蒋介石的这种权力的分合 因为我们知道 孙中山过世之后 就三个主要的领导人 就三个人嘛 就是胡汉蒋三个人 而事实上呢 从孙中山过世 一直到1938年 也就是从1924年 25年孙中山过世 一直到1938年 这将近有14年时间 基本上就属于蒋汪胡三个人呢 这个在静河的一个状况 在静河的一个状况 那最后当然是形成蒋 一个独霸 独占的一个局面 但是呢 因为在前面这个蒋汪和三个人 他现在就是形成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党权军权跟政权 这三者之间 彼此之间 在互动 在互动 就如同北伐完成之后 我刚刚前面讲 在北伐完成之后 胡汉民支持蒋介石 所以呢 就掌控了呢 整个的局面 而到了1932年之后 1932年之后呢 汪精伟支持蒋介石 汪主政 蒋主军 整个的情势呢 就发展得非常的顺遂 所以基本上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三人之间这种分合呢 很有意思 当蒋汪蒋 胡汪合作的时候 胡蒋合作的时候 汪是被排除在外的 当蒋汪合作的时候 胡是被排除在外的 那蒋有没有试图要改变这个局面呢 蒋试图改变这个局面 这个局面呢 就在1935年的 1935年年底的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呢 对中国国民党的体制呢 做了一个变革 这个变革是什么呢 就是把国民党底下的 两个主要的机构 一个叫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个叫做中央政治委员会 这两个委员会呢 这两个主要机构呢 通通都改为主席制 都改为主席制 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 请胡汉民担任 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主席 请汪精卫担任 然后蒋介石呢 都担任什么 担任这两个委员会的副主席 担任这两个委员会副主席 也就是国民党里面呢 两个最主要的机构 这两个主席呢 一个是胡 一个是汪 然后蒋呢 因为他的资历辈分呢 在他们所以都担任父 都担任父 所以胡汉民在1936年过世的时候呢 胡汉民大家注意看当时的报纸 都是胡主席 都是写胡主席 胡主席 为什么胡主席 那比如说像这个庐山谈话会呢 就是1937年 庐山谈话会召开的时候呢 只有汪精卫剧名 汪精卫跟蒋介石剧名召开的 而汪精卫剧名知道是汪主席 汪主席是中央政治会主席 中央政治文会主席 所以基本上讲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希望呢调和 希望调和 其实包括了1936年 就是胡汉民过世之后 因为胡汉民过世之后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没有人了嘛 在这个时候呢汪精卫又在海外 所以当时就有人建议啊 就是说是不是呢 就请蒋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就类似这个时候就是有总裁制啊 想要形成的这个情况 蒋都拒绝 蒋都拒绝 也就是蒋在这个时候 他还是希望能够维持这个局面 维持这个局面 所以这个过程呢 就是蒋汪胡三个人的这种关系啊 实际上跟在国民党的这个派系 这个研究里面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蒋永宁教授呢 他就从这个里面呢 发展出来 讨论蒋汪胡三个人的这个关系 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个人就认为呢 他是国民党派系研究的一个奠基者 可是因为蒋先他受限于当时整个的环境 所以对还有资料的限制啊 所以对于呢 胡汉民在1931年之后的一个这个发展 也就是汤山事件之后的一个这个发展呢 他没有太多的一个发挥 而这一部分呢 在后来的陈鸿铭教授 跟金以林教授这个部分 这个研究里面呢 就有比较多的一个发挥 比较多的发挥 那么 其次呢是徐铭教授 徐铭教授呢 是少数对于抗战前汪精卫呢 有深入研究的学者 因为他对汪精卫的研究 所以他也旁击到呢 汪跟蒋 汪跟胡的关系 那么抗战期间呢 跟战后 齐熙生跟那个谢尔顿呢 薛丽顿呢 都有相关的讨论 齐熙生呢 他在他的那本专著里面 有一张专门讨论国民党的派系 那么后来这篇文 这个这一部分呢 曾经被翻译成为中文发表 在大陆的那个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里面 叫国民党派系 分为两期刊登的 那么最近这几年呢 大陆方面的几位学者 跟台湾的一位年轻学者 都有研究 又大陆方面呢 主要就是王岐生 北京大学教授王岐生 跟汪朝光 就是中国社会科学人 近代史研究所 另外呢 还有这个 应该北京师范大学的 这个张浩 那么还有这个台湾的 这个近南大学的 这个教授呢 王良清 他们都有过一些相关的研究 但是比起战前来讲 那么相对的来讲呢 比较少 就关于抗战 以及战后的 这个派系的研究 国民党派系研究 有什么困难 其实国民党派系研究 不容易 困难 那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国民党派系的资料呢 大部分都建议呢 相关当事人的日记 回忆录 口述历史等等 除了少数的当事人呢 他非常坦言说 我就是属于什么派系 比如说在大陆 发表的这个 文史资料 文史资料里面呢 大家都会讲 所以说文史资料也说 什么CC内幕啊 总统内幕啊 等等啊 可是到部分都被认为说 是派系的领导人 都否认 没有这回事 比如陈立夫在他的回忆录里面 或者陈立夫呢 接受访谈的时候 根本就说这就是反对派的造谣 说怎么可能 我们有什么派系 我曾经有一次啊 问过陈立夫先生 我说立功啊 我说外界说 蒋家天下 陈家党 我说有没有这回事 他说当然是有这回事情啊 蒋家天下 陈家党 没有错啊 他说陈家党是干嘛 陈家党是帮蒋家做事情的啊 他说我们都是服从蒋先生啊 他要我们做 我们怎么就做 所以陈家党也是帮蒋 帮蒋先生做事情的 我们哪有什么派系 他后来在回忆录里面也提到过 我也当面听他讲过 我们如果有派系 当时像戴笠 他们那么厉害 他老早就报告出去了 我们怎么可能有派系 张群生前 你刚刚我提过 说正学系 张群生前 也一直否认了 问他说 岳光听闻有正学系 没有什么正学系 没有什么正学系 完全没有这回事 都是外面有胡说的 其实包括呢 比较愿意承认的熊世辉 熊世辉也只是说 现在外面传言 说有所谓的正学 假如有正学系的话 我们如何如何 他也是这样说而已 他的回忆录里面也是这样 那相对的政治学者呢 曾经用过监察院跟立法院 在监察委员跟立法委员 透过访谈 来分析呢 这个两个院里面呢 他的这个 派系的一个情况 推测呢 各个监察委员跟立法委员呢 他是属于哪个派系的 虽然有这个研究成果 包括第一届立法院的 这个委员的分析 包括第一届呢 监察院的委员的分析 可是 这个结果呢 不太能够获得当事人的认同 不太能够获得当事人的认同 所以啊 研究国民党的派系呢 如果没有充分的资料呢 其实不太容易进行 那么以目前的研究结果 比较丰富的 国民党的六全大会 选举这个中央执行委员的 这个作为例子来说明的话 为什么选举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 可以作为国民党派系的一个例子 主要的关键原因呢 在于他所能够参考的资料呢 比较多 比如日记 唐众日记 唐众日记里面呢 就记了很多 所以现在很多研究者 基本上他们都参考唐众日记 回忆录 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录 有提到 还有一些新闻报道 另外呢 还有档案 这个档案 你说派系怎么会有档案 当时军统呢 关于六全大会召开的时候呢 各派系之间的运作 彼此之间的斗争跟请嘎的情况 当时是有报告的 他有报告的 更重要的一个资料 是什么资料呢 是蒋介石的日记 蒋介石在日记里面呢 清清楚楚记录了 六全大会派系运作的一个状况 就他自己呢 所了解的情形 所以最后 我谈到 蒋介石日记呢 跟国民党派系的研究 2006年蒋介石日记公开 那个国民党派系的研究呢 出现了变化 因为我们很清楚 从这一路上面派系运作过来 从1924年 1925年 孙中山过世之后 所有的这个运作 蒋介石不管他自己 作为派系的领导人 或者是他底下的这些 附从者 形成这些派系 他都是其中呢 最核心的人物 他都是其中最核心的人物 所以他在日记里面呢 其实对于 国民党内部这个派系的问题 有比较多的记录 可以让这个研究者呢 对于国民党内部派系的问题呢 有比以往更清晰的认识 事实上啊 在蒋介石日记没有公布之前 蒋介石的资料 这个时候开放了之后 研究者就已经发现 在资料里面呢 能够提供到 这个派系运作的情况 比如说我刚刚前面讲到 抗战期间 有一个叫做朱家华系 朱家华他原本呢 跟CC的关系很密切 可是为什么后来会有 朱家华系出现 因为朱家华在1938年 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之后 去担任了秘书长 朱家华这个秘书长 跟前面的秘书长不一样 因为这个时候呢 国民党就采取呢 所谓的叫做幕僚制 幕僚制 也就是这个时候的秘书长呢 就是总裁的幕僚 可以负责处理呢 所有党内的事务 过去的秘书长呢 是秘书处的负责人 跟其他的各个单位呢 跟组织部啦 跟宣传部呢 是平行的 可是这个时候的 朱家华这个秘书长呢 他基本上呢 他除了担任 继续担任这个秘书处主任以外 他同时也是总裁的幕僚 要负责呢 帮总裁呢 处理这相关的事务 而朱家华另外还兼了一个职务呢 叫做什么呢 叫做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 中统的局长 朱家华呢 之后就被调去呢 担任这个组织部部长 但是仍然还兼这个中统的局长 朱家华到组织部是去接的呢 就是原来CC他们留 就是陈果夫陈立夫 他们所留下来的系统 可是当朱家华到了组织部之后 朱家华就对这个组织部里面呢 整个这个系统呢 采取了一个换血的一个措施 他的理由是认为 过去从事党务这些人 学士不够 能力不足 所以我们现在要引进一些呢 有学士有能力的人进来 所以就把旧的要淘汰掉 新的要进来 那旧的淘汰新的进来 是不是在产生冲突 那引进来的人呢 就被认为是朱家华的系统 那被排出去都是CC系统 凡是中央政校的就要被排出去 这个资料在哪里 这个资料呢 就在蒋介石的资料里面 陈果福当时就写信给蒋介石 跟蒋介石抱怨朱家华到组织部之后 对组织部的这个改造 对组织部改造 那不仅这个样子啊 还包括呢 比如说像孔祥锡对CC的不满 这些呢 在他们写给这个 讲的这个信里面呢 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蒋介石资料里面 其实已经曝露出呢 一些关于呢 国民党内部呢 所谓的派系 这个冲突的一些这个资料 可是更清楚的资料是在哪里 更清楚的资料就在于呢 日记 因为日记里面所公布 这些东西呢 基本上是有些呢 是在资料里面呢 也没有还没有办法提供的 比如说资料里面只能提供 说在这个六全大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派系斗争如何 蒋介石日记里面是直接就记录 我就把某某某某谁谁谁谁找来 我就把陈立夫 把张志忠 把陈陈 把这些人呢 通通都找来 去跟他们交代他们 然后应该要如何如何做 不可以如何如何做 然后特别呢 就把 陈陈找来 把陈立夫找来 交代他们一定如何如何 这个最清楚就是什么 这些就是派系的领导人 派系领导人 而且呢 在讲日记里面 还不断的就有CC如何如何 青年团如何如何 就有记得这些事情 所以包括像1945年的六全大会 包括1948年行线之后呢 首任院长的选举 1948年年底的第二任的这个立法院选举 还有1949年下野时候的日记里面 这里面这个相关的派系事情呢很多 那他记得 比如关于1948年 行线 要选首任的行政院院长 当时行政院院长呢 是张群 当时行政院院长张群 张群 二月份就跟蒋介石讲 1948年二月就跟蒋介石讲 他说你不要提名我做行政院院长 我不会做 蒋介石说没有问题啊可以做 只要我再也没有关系 张群说不行 千万不要 蒋介石不听 坚持要张群做 结果他把这个名字跟立法委员一商量 立法院里面呢 因为当时规定啊 就是行政院院长呢要经过立法院行使同意权 就是总统提名立法委员要行使同意权 同意了之后 总统才能够任命 这是当时宪法的规定 所以你如果没有办法获得立法委员支持 你基本上这个提出来这个人选呢 是过不了的 所以张群就知道他过不了 他为什么我过不了 因为他们把他当成政学系的领导人啊 所以就过不了 可蒋不相信啊 蒋说我一定要让他过 结果提出去 结果没有正式提出 先试探性的跟立法院接触 立法委员呢 以CC派为首就反对嘛 所以蒋介石日记里面就开始骂这个CC 那CC甚至说呢 后来要用假投票 结果假投票结果呢 假投票之前呢 还把陈立夫找来 说你一定要去安抚啊 叫大家呢要支持张群 他还告诉张群 说我已经跟他们交代过了 应该没有问题 张群说这个行不通的 所以假投票当天张群就回成都了 结果一出来 结果一出来 何英勤的票数一支独秀 张群票数少得可怜 很少 蒋介石大为光火 说根本这就是CC在搞 在动 可是他也没办法啊 所以他最后就怎么 既不找何英卿又不找张群 他最后另外找了个温文浩 为什么 因为我找第三个人出来 你们不能够再反对我了吧 所以类似像这样的情况 在日记里面记得非常的清楚 记得非常清楚 那么这个就坐实了什么 就是国民党内部这些派系的东西 他在这个讲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是知道的 他是知道的 而且他也试图呢 去协调去调整 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学者不可能呢 完全去依据呢 蒋介石日记里面呢 去理解这些派系的问题 可是呢 就是整个的随着这个日记的公开 可以让学者呢 让研究者重新检视呢 国民党里面的这个派系政治 所以我最后呢 我会提的 这个国民党做派系研究 做国民党派系研究呢 确实非常的困难 因为就如同我刚前面讲的 很多的派系领导人 他是不愿意承认 他自己是派系领导人 很多人呢 他也不愿意承认呢 他是什么派系 可是当蒋日记出来之后 对于这个问题 基本上 我们能够比较确实的说明 如果连蒋都说明 你是某某派系的负责人 或者如果蒋因为要跟 要化解 这个某些问题 都要找你来处理的话 那么你应该跟这个派系呢 脱离不了关系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觉得在以后 在处理国民党派系研究的时候呢 相对来讲呢 会比之前 做从事的相关研究呢 会比较容易一点 而且呢 也比较呢 能够看得出呢 这个中间的问题所在 谢谢吴国民党这个问题啊 事实上对于四大家族的这个划分 就台湾的研究 大概基本上就是认为 这个划分是不准确的 因为这个大概就是从当初 那个陈伯达的那个相关的那个书籍里面 衍生出来的 而且 基本上在台湾那里就认为 这是在国共 在国共战争 斗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那么他有意识的对国民党的内部的领导阶层呢 做的一个 做的一个趋化 事实上呢 所谓的这个孔宋讲成 这个所谓的四大家族里面呢 孔跟宋 严格来讲呢 他们不太能够呢 算把它放到政治的这个派系里面 因为孔跟宋基本上呢 都是受命于讲 在政治活动上面 但是孔跟宋呢 他可能在财经上面 因为他们长时期主持 这个财政金融方面的工作 所以在财经方面呢 有他们一定的一个人脉 有他们一定的系统 但成呢 因为他长时期在党务工作上面 来划分 所以成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CCC型 所以如果把他说 蒋宋孔成士啊家族啊 这个就 台湾的学者研究 基本上 没有从 基本上不太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做 去做发展 去做衍生 因为 很难把他们四个人放在同个天平上面来探讨 这个问题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什么叫革命民主政党 跟革命政党 也就是同盟会他在过去在青草末年的时候呢 他是一个革命团体 是一个革命组织 所以等到民国成立之后 因为同盟会的主要的目标呢 就是要建立民国 所以民国成立之后 同盟会革命的目标不存在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要共同参与呢 建立民国的一个工作 所以这个时候 那么 就是中华民国是 民主共和国嘛 所以就要参与呢 这个整个的这个建国的工作 而在这个 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就要进行国会选举 要进行国会选举 那么在进行国会选举 这是一个民主国家 要有的一个过程 于是呢 这个时候 同盟会 就决定 改变这个体制 就从原来的一个革命团体 而改变成一个民主政党 正式的投入 这个整个的这个 国会选举的这个工作 就跟其他的政党呢 就竞争 就像现在 美国啊 像这个 台湾现在目前进行的选举 都是这样子 就是一种 民主政治的一种竞争的手段 然后来竞争 所以这叫做民主政党 所以国民党 基本上是 民国初年的国民党 他是 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可是到了民国 二年 就是这个 二次革命以后 就是 桃园失败之后 孙中山就认为 革命其实还没有成功 为什么叫做二次革命吗 二次革命就是延续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一次革命 所以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的目标 就是在桃园 可桃园既然失败了 失败之后呢 还要继续在革命 还要继续在革命 所以 就重新呢 决定要改组国民党 改组国民党呢 然后成为一个什么 成为一个革命的政党 这个革命政党 就叫做中华革命党 中华革命党 那么之后 中华革命党 虽然变成中华 中国国民党 但是中华国民党 他仍然还是以革命为主 革命的目标是呢 革命目标呢 在打倒军阀 要统一中国 而在军阀打倒 跟统一中国统一之后呢 还要进入到了 孙中山所提到的 建国三阶乱论的 第二个阶段 就是进入到了训政时期 而基本上在训政时期呢 就是说革命还没有完成 革命还没有完成 所以一直到1948年 就中华民国要开始实行宪政 这个时候呢 才算是呢 就是从 按照孙中山的所谓的 军政 训政 宪政 三阶段论的时候 进入到了宪政时期 这个时候才开始进入到 一个民主宪政时期 所以这个时候呢 国民党理论上来讲呢 他的体制叫变 叫变为呢 又要回到一个民主政党 但是很快的就是因为 国共之间的这个冲突起来了 所以他仍然还是要处于 一个革命的一个情况 所以您刚刚提到 革命政党跟民主政党 对国民党体制上来 他是这样的一个划分 我不晓得我这样讲 您能不能了解了 但基本上就是说 国民党的那个体制 就是他参与国会选举 然后跟其他的政党呢 共同的来竞争 您第二个问题提到 就是说这些派系 他的土壤是什么 这个问题呢 其实非常的重要 我刚刚提到过 CC为什么能够成为一派 为什么叫做CC系 它就是呢 它可以掌握了地方的党务的组织 地方党务的组织 而政学 为什么他们称之为 叫政学系 为什么也可以成为一派 其实就是呢 在某种程度之下 他们掌握了中央的 就是政府里面的 你的高层级的职务 这个就是他们的土壤 就是他们的土壤 比如刚刚馆长问的说 孔颂 孔颂为什么能够 人家把他们跟蒋 放在一起 其实就是因为 他们掌握了财经 因为他们常时担任呢 财政金融这一方 他们的财经 这个就是呢 他们的土壤 当这些土壤 一旦不存在了 一旦不存在了 那么 这些派系呢 其实呢 也会逐渐的消散 也会逐渐的消散 因为 他们跟蒋之间的这个关系 其实还是建立在呢 这样子一种呢 这样子一种关系上面 因为蒋要掌握地方 要控制 就是国民党要能够掌控地方 必须要靠地方党务的工作人员 而地方党务的工作人员呢 是由谁掌控呢 是由担任过组织部长的 所以我们看到几个担任组织部长 如果说我观念理念不合的话 其实就很容易形成一个新的派系出来 所以朱江华系就这样出来的 他为什么会形成一个新 就是因为他担任组织部长 他掌控了地方 他掌控了这个 这个地方的基层党务工作 所以这个是 培养他们的一个 这个土壤 因为基本上党跟 这个党员之间 他的关系就是这样子 因为党员 就是党有很多党员嘛 党员然后支持这个党 但是呢 在党内会成为各个不同的系统 就是他掌握了某些的资源 而这些资源呢 就是呢 他之所以能够成长能够发展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依据 我不想这样讲呢 您能不能理解这个问题 谢谢 我想这个问题啊 其实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回答 也不是三言两语能够回答的 我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明 或许比较容易一点 我的父亲呢 是从1949年到台湾去的 所以我在台湾呢 基本上被归类为是 外省第二代 我对于大陆 基本上呢 我有我的情感 因为我知道 我父亲从这个地方过去 那甚至说呢 在大陆 还有一些家人在 我们都有一些联系 那所以我们当然就会有这种感觉 那我们从小我们所学的历史 基本上呢 我们也接受 也是接受呢 这一套呢 所谓我们称之为叫做 大中国史观的历史 有讲抗战 那因为我们的副祖辈呢 都是经历过抗战那个时代 甚至说呢 包括他们往来的人 也都会提起这个 所以对我们来讲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是非常熟悉的 所以我们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我们的感情 或者我们对于问题的理解 那么就会跟 这个 跟这个大陆这一方面 其实会比较接近一点 可是我的小孩 我的小孩 我的小孩呢 他们从来没经历过这种事情 他们身在台湾 长在台湾 虽然我也是身在台湾 长在台湾 可因为我的父亲呢 是从大陆过去的 他们身在台湾 他们长在台湾 他们的父亲呢 那我呢 我就也在台湾呢 那我能够跟他讲 我也没经历过八年抗战 我也没打过抗战 我也没有经历过国共战争 那我的历史是什么呢 我的历史就是呢 1950年代之后呢 台湾如何如何发展的一个状况 甚至呢 他们也没经历过那段反共抗恶的时期 他们根本不知道呢 为什么称之为叫做共匪 对 我想今天在座很多年轻人 大概也都不知道这个名词啊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叫我去跟他们讲说 说中国是什么如何如何或者呢 对他们来讲 真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模糊 我跟他讲 我说你今天到北京去走一趟 跟北京到北京 他觉得跟到东京差不多的 他觉得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对不对 就是年轻人的感觉是这样子啊 我跟他讲 我说你在 在在在在 这个这个这个 北京在大陆 你还有一些什么 旧工啊 还有一些什么 他们来讲 那都很模糊的印象 虽然他们也都见过 但是基本上对他们来讲 那都很遥远的一些 很遥远一些情况 因为他们他们最实际 他们所接触的 他们从小所接触的 其实就是台湾 那么就是呢 跟台湾周边的 或者国外这些相关的这些讯息 包括中国大陆讯息 其实跟美国跟这些 他们都是一样的一个接收 甚至包括今天 透过网络的联络 都是这样子 所以 那至于说你刚刚讲的那个很好说 什么唐诗诵词那个 他觉得那是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文化是属于另外一个层次 文化层次跟政治层次 其实是不一样的层次 所以那是属于另外一个层次 所以在这样子情况之下 我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明 你大概就可以理解 就像今年我们讲抗战胜离奇之中 其实有人在问我说 为什么台湾年轻人对抗战 好像没什么感觉 我说我跟我自己小孩去讲抗战 他们其实也搞不清楚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件事情 他们能够理解的时候 他们能够理解就是什么 看到影片 看到那个什么 看到电视剧 看到这些资料里面 他会觉得说 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可是你就真正让他们去感受到 去接触到 说要怎么 那个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 其实我刚刚今天讲的这个 我只是讲国民党派系 其实我并没有讲派系斗争 因为基本上我不太认为 国民党内部有什么派系斗争的问题 因为其实刚刚您提到 其实涉及到讲个人的问题 讲个人如何看待这个派系问题 就是属于他自己内部的派系 属于他自己内部的 因为这个都是服从于他的 所以在这样情况 他要求其实是比较严格的 要求比较严厉的 可是相对于 不是属于他自己内部的 包括您刚刚提到这个地方实力派这些 地方实力派的这些 甚至说像汪啊胡啊这些 都不是属于他自己 他自己本派系面的 这些基本上来讲 蒋介石处理态度 都是采取这种包容的态度 也就是呢他在某种情况之下呢 他都尽可能的去包容他们 所以外界常常讲说 蒋介石对政敌 其实是比较宽容的 甚至有人讲过说 蒋介石没有杀过政敌 你们可以去体会一下看看 这句话 也就是他对于派系以外的 就非他自己本派系的 那么这些呢 基本上来讲 相对来讲都是很包容的 所以我回答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如果说国民党也好 说是共产党也好 所以没有打败这个日本 我想这个说法呢 基本上呢 是一个非常不正确的一个说法 非常不正确的一个说法 因为我们要知道 今天中国的大国地位 是什么得来的 今天中国的大国地位呢 就是奠定在呢 抗日战争期间 如果说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 没有经历过 这个几年的苦战 能够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那么 这个中国的大国地位呢 能不能取得 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因为中国长时期在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一直撑到了1941年 这个四年我们称之为叫做苦撑 称之叫做苦撑 因为我们撑的这个情况呢 其实是拖住了日本 拖住了日本 那么使得日本呢 没有办法呢 把他的这个军力往外延伸往外扩展 那么能够 才能够使得呢 不管在欧洲战场也好 或者到后来呢 全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大陆在反法西斯战争 发生之后的这个情况呢 能够有所变化 所以 我们说今天中国的大国地位 其实就是奠定在呢 中国长时期抗战 而能够得到呢 国际间的一个认同 所得来的 而至于说日本 日本是不是被国军打本 其实我个人认为 两颗原子弹 甚至包括苏联禁军 这些因素 基本上 大概都固然呢 是造成日本投降的一个因素 但是 另外我们必须要注意到 其实日军在中国战场上面 其实从1944年底 也就是我们经历过了 这个 经历过这个所谓的 玉香贵战役之后 其实这个时候呢 国军其实已经采取总反攻 就从1945年开始 1945年开始 已经采取总反攻了 而在这个总反攻的过程当中 总反攻过程当中 我们不是就中国战场 一个战场来看 我们是要就整个的当时呢 整个的当时 这个日本呢 在其他战场呢 要配合来看 也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呢 日本在这个中国战场 已经处于一个 叫做强弩之末的一个情况 换言之讲呢 就是说在这样子一个情况底下 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这个时候呢 日本在中国战场上的制空群 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一个中国空军的一个飞行员 就讲到了1944年底 1945年 他说我们在中国上空 几乎找不到日机可以打 我们已经没有对象了 可是在1938年 1939年那个时候 日本飞机打着中国飞机呢 根本冲不了 所以这个中间态势 其实是非常明确的 非常明确的 因为制空群 最简单来讲 就是制空群 到了44年底 45年这个时候呢 基本上 已经完全掌握在 中国手中 换言之讲 就是说这个战争 就算是 不用两颗原子弹 就算是呢 日军 苏联的军队呢 进来 这个战争 即使再拖几年 它的结果呢 其实还是一样的 只是说 为什么会有两颗原子弹 为什么 是因为美国想要 早点结束这场战争 我们只能说 它是早点结束战争 而不是说战争的结果 那至于说 您刚刚提到这个 所谓的这个 国军 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 我觉得在整个 在整个的抗议战争 过程当中 蒋介石跟他所领导的 这个军队 当然也包括 八路军在内 其实对于 整个抗议战争呢 做出了非常 巨大的一个贡献 这个不仅仅是说呢 在抵御外武 这件事情上面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在整个的这个 整个的战略的布置上面 我个人对于抗战 我一直认为呢 它的战略 在处理这个过程当中呢 是相对来讲 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我们现在常常 常常注意到呢 就是说战争的结果 但是呢 我们往往没有注意到呢 这个战略的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预期到 我们跟日本呢 要发生这一场战争 可是我们要怎么去打 这一场战争 我们从1931年 918事变之后 我们现在讲 大陆常常讲14年抗战 没有错 你从1931年 918事变之后 就知道呢 跟日本呢 迟早会有一战 可你要怎么去打这场仗 我们要知道 大概从1932年开始 1933年开始 这时候中国的军 最高 就是军政最高当局 就开始呢 规划 万一日本 进攻中国 中国要怎么去打 就开始有国防计划 这个国防计划呢 都是敌如何如何 敌如何如何 而在这个整个的国防计划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中国这个战制抗战 它不是呢 没有规划 不是说到了1937年 真的就是 如果条事业发生之后 如果就像西湖湖打起来 不是这个 大概我们从1935年底 1936年这个时候呢 就已经确定了 整个的方向 整个的方向 就是万一 要打这场仗的话 它的方向是什么的 也就是说呢 以中国当时的情况 真的要去硬碰硬 很难 因为中国毕竟是弱国嘛 你要面对日本的军事强务 你要去打这场仗怎么打 而且一旦打了之后呢 中国的沿海 另被切断嘛 中国又没有空优 那你要怎么去打这场仗 唯一可以用的就是什么 唯一可以用的呢 就是拖嘛 就是把日本拖死嘛 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只要把你拖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了 大概这样子一个 这样子一个策略 大概在1936年 就完全确定 其实在更早之前 蒋介石就已经看到这个问题 不是头一百年吗 不是头一百年 我跟讲蒋介石当时就已经看到这个问题 蒋介石很清楚看到就是说 他说日本如果说是北境 日本如果南境 就是不管是北境也好 不管是南境也好 他基本上都会面临到问题 他的北境会面临到苏联的问题 南境会面临到呢 英美的问题 所以不管走北境 不管走南境 对日本都不好 而最不好的是什么呢 就是进攻中国 对日本来讲最不好的就是进攻中国 因为对日本来讲进攻中国呢 是日本的下下策 而且蒋介石那个时候呢 在自己评断这个问题上面的时候 他就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分析 所以在整个抗战争发生之后 在整个抗战争发生之后 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 怎么样能够让这个作战的这个作战轴线 能够做变更 作战轴线能够做变更 因为做过军事地理大家都懂的 中国的军事地理呢 就是南高 北高南低 西高东低 怎么样能够呢 让这个军事轴线呢 战争轴线做变更 然后怎么样能够选择呢 这个战略的地点 怎么样能够选择战略地点 怎么样布局 布这个局很重要 当布局完成了之后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呢 等战争的结果 所以事实上当中国的布局完成了 日本方面也知道 日本方面非常清楚 日本方面知道呢 他们已经陷到中国里面了 已经陷进去了 所以这个是我对抗战问题的一个看法